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这是一个新视频 因为很久以前,一开始拍教育片时 时间比较多的时候 我会呼吁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传片给我 我就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到现在,已经是年纪了 这一年来,我都默默地帮大家回答问题 只不过大家看不到 我想不少人都收到我的回复 因为如果大家有传片给我 我都会尽全力去回复大家 但是到现在,因为实在太庞大了 很多朋友都会问我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决定 可能我就拍个视频 解答大家问题 因为有很多朋友问问题 其实很大部分都一样 因为实在太多朋友支持 也有很多问题问我 但有很多问题都只不过是 比赛上的心态问题 或者意识问题 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起知道 会比较好的 我又不用不停答同一件事 射肢上的问题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 网友的动作 究竟有什么问题 从而你也了解到自己的射肢问题 其实我叫大家拍片 主要原因不是我要看的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 可以给自己看 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不同 你电话可以拍到片 例如一些籃球的记录 shooting的APP 例如Home Court 我们香港人做的 Made in Hong Kong 是一个很好的 可以看回自己射肢的工具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先拍片 给自己看 看看自己射肢有没有问题 记住 可能很多你会觉得自己射肢 我想像中的射肢 和你现实中的射肢 很多都是两个事 所以以后我会每个礼拜 都会抽时间回答大家问题 我会回答Facebook 还有先主要我会回答Facebook问题 然后之后再回答Instagram的问题 好吗?大家 好,那现在开始了 自从我上一个post 就说明我回答那天之后 所有问我的问题 我都会在那个video上回答 大家照问我问题 那我就回答 以后都回答 好吗? 之前又有很多不同的网友 通常都是中学生 可不可以不要上镜 其实你打球都会被人看 你会不会想在一个 没有观众的场上打 你打街场 没有观众 你都没那么起劲 如果多两个女孩的话 我够敢说你那场 应该是很好的Performance 好了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已经是去到4月29号 到4月28号前 我的问题我都不会拿上来 大家放心 也有不少以前问我问题的人 说Coach Fui 可不可以不要放我的影片 好了,4月29号 一个网友 问可不可以拍一条 南下要求的影片 我想是拿位 如果看他写这段文 就应该是台湾的网友 说背对南瓜 面向队友拿球 但是队友传给我的时候 经常被后面的防守拍走 那个球 可不可以教如何对位 之前在Pose Up的影片里面 都应该教过如何去拿位 第一,你经常被人拍到球 的主因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队友交球的位置 未必对 例如我举右手 举这只手交球 但是球就交了在这一边 举这只手 大家在这一边 你防守在这里 就是这样防守 这个对方的手 这是我的手 那别人一拍就拍了 正常要交在右手方的上方 外小小的上方 所有控头或者treating guard 记住 我们香港球员交摩比senta 的能力真的差 记住我们之前都说过 我们交球 全球那一边都说过 要怎样交就是 记住 队友拿了手 那正常人家 就会摇前防守 你记住 右手的上面 它要跳起 它要跳起才能够 跳起才能够 那这个位置 别人就难偷很多 明白 这也是我们交球的技巧问题 你说可不可以 出一条片广告 其实是广告的 未必会再出一条片 好了 然后再下一个 网友Houston Chan 拍的一条片 你是首位上的网友 他会看了 又传了两条片给我的 那 那个Message里面 就是很喜欢你的教学片 多谢你 两条片 然后不知道拍得好不好 好 只教一下 我个人就认为 如果有问题 我会首先 我之前有些问题 我不回答的 不回答的主因 一般就是 没有打招呼 没有清呼 通常有个你好 嗨 灰教练有个灰字 我都收货 下次不回答的 好 首先我先看一条片 好 其实乐环是漂亮的 但你可以再看一遍 我们再看一遍 看一遍 再看一遍 问题在这里 整个跳跃的动作 是很轻微 这一只我称之为是什么呢 是银 或者叫弹 我们跳 很简单分两只 一只就是跳绳 另一只就是 搶蓝板 你觉不觉得两只 跳升和搶蓝板 是两个跳跃动作 一个用大腿跳 我踏上去 get the rebound 另外一个 就这样 这一只 大部分人难 这个就是我们 在拍视频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的问题 都是这样 用不了脚力的主因 就是你只用小腿 弹一下 按一下 其实甚至不是小腿的力量 纯粹是你脚掌 按一下的力量 大部分人都用不了大腿的力量 你想想大腿有多少个肌肉 小腿两个 大腿有前面 前面有三条肌肉 后面又有两条 是不是 你没有了这些肌肉的力量 射球 第一你不会跳得高 第二你也不会说有很强的力量 这球球其实落碗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 我们再看多次 落碗的动作是很漂亮的 但是有些是向前射球的感觉 不是向上推 如果你射两分来说 两分这个动作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两分的话 但是如果你要射一个 可能三分long range的话 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我会建议你这样的 记住我们射球 如果你想射三分one motion的话 记住这个球应该在胸口开始 其实跟胸口真的一样 在胸口开始 starting point 就是我们起手点 动作开始的一点在这里 一分钟 离手点 在起手点的正上方 正上方 先摔下一点 正上方 明白吗 记住 起手点不是在额头 起手点不是在额头的话 你已经是一个two motion 记住我们 起手点在胸口 直接向上射 one motion 停一次 一 should 明白吗 好 看完第二条片 你看到腕力是强的 但是真的用不了脚力 主要都是用不了脚力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用不了脚力 所以它射 如果是自己这样射 我相信问题不大 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防守里面 第一 你没有不够坐下 为什么你拿不到下重心 其实射波也不稳定 因为你在跑动期间 你不靠下压的力量去整停自己的话 你的重心也会浮 射波也会不准 尤其在防守追住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建议第一件事 就是折迫 不是这样弹一下弹一下弹一下 不是这样弹一下弹一下 是折迫 压低自己 弹回上来 我们肌肉有弹性 不要常想用肌肉的力量跳 很硬地跳 有很多 但是同样有些很弹的感觉 有些人跳起来很弹一下弹一下弹上去 即是Sedlevin 一些可能Derosene 那种感觉是弹上去的 但是有些是力量型 power上去的 例如Vesport 大家跳的力量会不同 但是我也是建议 我们亚洲人用弹性的力量会好些 弹性其实是什么平衡 你左右两只脚平衡的话 你就自然会弹上去 好了 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 下一位4月29日 Send给我的网友 Team 问你好 灰SIR 其实我是Coach Fui 不要常常灰SIR 不过都没问题 就是尊重来的 就是我叫我 我的Coach我都叫SIR 不过Coach Fui好像帅些 想问一下篮球鞋的东西 我打篮球 主力是射山均和Long2为主 我之前就伤了半月板 和断了前十次人带 跟我一样 想问一下哪款鞋避震能力较好 对膝头缸没那么大负担 还有多谢你拍跳投教育片 伤完休息了一年 到街场斗射波没什么自信 看完你的教育 射波准了 准过伤之前 希望你和CM和阿浩拍蓝球快乐 多谢 OK 令你准了我 很自豪 也很开心 多谢 先回答你问题 哪一对鞋避震能力较好 对膝头缸没那么大负担 首先 大家信不信一对鞋 会令你膝头缸大负担 你信不信 我都试了不少鞋 这么多年来 以前在球员年代 亦有贊助 亦有不同品牌的贊助 坦白说 鞋真的有重心之分 跟车一样 车有些重心前些 有些重心厚些 鞋来说 例如我之前 上一代Curry 5 鞋的重心 是很吃膝头缸的力量 它会把力量集中在前面 因为对鞋做斜了一点 头短 就双高 然后整个人跌前了之后 你的膝头缸会很大 如果现在来说 我很喜欢 我没有时间拍灰叉鞋 但是呢 我现在是很喜欢 飘马那对新出的款 那时All-Star Game出 也拍过一张照片 那对Up Roller 很舒服 因为我每一天 可能教四至五货 一天的 其实我穿蓝球鞋 每一天都穿 六至十个小时 穿那对鞋 那对鞋也要示范动作 变相我和打八个小时 蓝球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对鞋对我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第一 它的保护能力很强的 避震能力 它未必可能说 Air 好像React 或者好像Ultra Boost 很舒服 但是呢 它那对鞋 那对鞋的保护能力 是很好 異常的好 因为呢 我本身呢 之前穿 可能Hyperdunk的时候 like鞋的面料 实在太弱了 就是鞋面的那个料 所以我是 拉走那些筋膜 脚趾弓的筋膜 因为那些动作太尽 所以呢 就拉伤了 穿了它之后 我直接呢 不要说E翻好 我真的没有恶化 也都没有那么痛 我很建议Piu Ma的Ultra 我昨晚再买了黄色 因为真的太好穿了 这套鞋太好穿了 我很喜欢那套 虽然夸张一点 之前我觉得Kobe 4 小时候穿 最好穿的蓝球鞋 中学年代穿 Jason Kip 波罗钉那对 最好穿的蓝球鞋 现在这个年纪 最好穿的蓝球鞋 很值得一试 其实你买回正常尺寸 就行了 它是好像我们变回 舊的鞋 舊式的时候 我们小时候 买一对蓝球鞋 是要热一对鞋的 但是呢 你发现现在的鞋 是不用热一对鞋的 一穿就很正 不用热身 不用松一对鞋 对鞋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保护性都没有了 所以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就变得很软 所以我很推介 好 答完球鞋 下一条问题 好了 这个都问了我很多次问题 他有个新问题 灰角 很多大陆的网友很喜欢 叫我灰角 很特别 OK的 OK的 射球的顺序是不是 拿球 举球 初始法力点 然后射球出手 初始法力点的停顿是必然 不是必然的 其实是这样说的 接球 举球 举球去到一个初始法力点 然后起手 OK 是不是一定要停顿 不是的 你看Curry那些不停的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 练得很熟 很有球感那些 其实一接 基本上一接就直接射球 很多都是这样 甚至是 最新那一代 未戴NBA 现在 你会看到有时候 我也会评论 有些人 在美国打Pick Up Game 例如 Lonso Ball 的弟弟 Namello Ball 你会看到他射球 不会停的 中场起手 一拍就射 现在那些全部 变成了 胸口出 大家都在胸口出 即是Curry之后 变成了 虽然 可能经常觉得 那些人说 会被人耳隔了 其实不会被人耳隔了 因为以前 我们射球 举高 2Motion的时候 我们夹下去的动作 就是Fair away 你很顺畅的 一Fair away 就摆头顶 很顺畅的 现在 我们一个 摆胸口射的 1Motion动作 你一夹下去的动作 就是Step Back 所以其实你很难隔 如果你觉得容易隔 你看到Harden Curry那些都会很容易被人隔 其实不会的 因为动作不同了 整套系统都不同了 而且我们 起手点在这里 离手点 同样一样是伸直的手 高度上没有分别的 离手那一下 和起手那一下 如果 起手那一下 这里会被人隔 我相信是你 选择射波 使机有问题 那么近 你都要 叩口叩面射它 是不是 其实你加多一个Step Back 你便能射到 解决到的 所以 如果你说 那么容易被人隔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懂了 好了 下一条了 4月30日的网友问 这个很详细 这个很详细 所以说的东西会有不同的 的而且 刚刚我拍了一条片 就是说接球的 之前说过 One two step deep 那个技巧 然后我也反复尝试之后 我发觉 原来用一个新的技巧 新的方法去做deep 那波 你会射波稳定很多 那么 未来也会有一套教育片 是这样说的 没有教育 这个定义是什么 定义就是 一接球第一个点 起手点 在这个动作之后 第一个Motion停下 接 第一个Motion停下 One motion 之后不停的了 直接离手 起手 离手 离手 离手点 离手点 在起手点的正常方 伸直前臂 OK 记住伸直前臂 并不是伸直肩头 很多人会用肩头力 如果有个球 有很多人 会拿在肚子里 拿在肚子里 我是建议你在胸口里 有时我们会 Fold Tracks 即是人有点钟前 有点鱼前的时候 你看下去 那波可能在肚子里 但其实 那个Shooting 那个架 那个form 没有变的 即是我放在这里 我站远一点 即是我放在这里 当我坐下的时候 你看下去 好像在肚子里 但其实它还是在肚子里 明白吗 记住我们 我们的球在胸口开始 不会放在肚子里 一放在肚子里 你上空这里 会压平了 你就用不了空肌力了 如果你的Starting Ball 在眼中 Starting Ball 在眼中 都已经太高了 都射到三分 但如果你说 去到Half Court 那些射球 你不够力的 当然我不是说 建议大家 比赛在那里射 我自己很想入一球而已 但是 为什么要在那里练习呢 很简单 你一开始 小小 你练蓝底 你觉得佛球很远 到今天 你射三分 你觉得佛球很近 如果你练习的时候 你射中场的话 你就觉得三分很近 明白吗 我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说 你觉得Curvy 会不会练射中场 大家看过Curvy的影片 他一去到球场的时候 你觉得他是射三分 射蓝底 射佛球 还是射中场 你觉得呢 你想清楚 他射中场的时候 是没有观众的 他第一个热身项目 正常就是射中场 因为我要把我的筋拉松它 肌肉拉开它 令我身体有弹性 去到大家 观众入场的时候 他已经射三分 射走廊 走蓝 所以其实我在我们的 shooting course 那里经常会看到 一些片射中场就是这样 我们要连力量 未必是举铁的 我们在一个射中场 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练习 是力量的 另外就是 你说的掌心问题 以前一直都是用手指 听你说完之后用掌心 不过有个疑惑 可能因为我手势 我用掌心控制球 没有办法做到下上下上 如果张开尾指和拇指 可以稍微控制一点 但是就用不到掌心控球 好 问题在哪里 我们先看看 怎样用掌心 真是用掌心 因为掌心控制整个手腕 手指的话 手腕下到一半 大家看到吗 就是手指会下到一半 所以我常常叫掌心 拿球去射球 你会顺利一点 怎样令掌心不停下来 又要站厚一点 记住放在眼前面 正常我也会跌下来 你看 我们也会跌下来 其实我们只要把下额向上 很神奇 那波就不跌下来 回到前面 那波就会跌下来 主要原因就是 你的背脊 这里可以不够直 即是背脊这个位 背脊这个位 即是背脊够不够直 其实你这样往后是不会直的 再反过来 经过我研究之后 下额向上 你的脊骨就会直 直了 那波就会控制得到 尽量不要张开两只手指 其实我之前也说过 手腕问题 手指弓是最左利用手腕 它会推走那波 放松手指弓 如果练习初期 我建议直接合起手 拿起手指弓 练下碗 慢慢练习了球感 你射波就会稳定很多 好了 接着它也有视频 我们来看看 谁是呢 死了 谁是左手 还是前面那个呢 我相信是前面那个 其实射得挺漂亮的 但是看到那个动作 跳跃的动作 有少少不够力的感觉 另外左手 缩得太开 其实不用缩太开 扶着它就可以了 扶着 向上举 扶着 向上举 你手指向上 你知道手指向上 其实它不会阻止你出手 手指向上 明白 不用缩得太开 另外 就 脚其实OK 但是应该那个 后大腿 应该那个 后大腿肌肉 还不够力的 所以重心 慢慢地稳 感觉不够直 也都 不是很美 叫不到很美 弹声 不是很够 要练一下那个手指向上 下次教片 大家如何练一下这个手指向上 其实射得不错 我觉得都准了 不过大家传片给我 真心说 你不是要射一个入的给我看 你不是show off 你射得入给我看 你想问问题的话 第一 不要射罚球 记住不要射罚球 罚球 每个人射罚球 你觉得curvy射罚球 和curvy射三分之勢 一样 那你不是要问我罚球之勢 第二就是 尽量在一个最常比赛 要入球的位置射 不要射蓝底为主 入一球球射到近 明白吗 最重要是一样 真实 好 好 看完第二球 是他了 好 看完第二球 好 真是他了 这下用了手指 不是很用到掌心 手指为主 也是他刚刚说的问题 不是很托到 还有有少少起手点 有少少高 可以再低多少少 前臂向上伸直 我们再多看一球 再多看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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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起手点来到这里 其实都可以的 但是真的要用手指 所以有少少 为什么不要用手指 如果你旁边看就是 用手握 你发觉手腕这里有一条直线 手腕这里有一条直线 手腕这里有一条直线 那你就能控制到球 正中伸点 这是第一点 其实你会医生 如果一开始用手指手腕 即是一开始手腕 这样拿着球 即是手腕 這樣拿着球 你轻件有 Air 느� Kal而已 始终拿着球 ği脚分上过来 herkes站过去 它容易 inherently 变成擀手 你看到吗 那球正中間的位置 在这个球 高度能让你完全下跌 高度变得 exists 通常問題在這裏 為何不要用手指 用掌心控制它 掌心控制球的正中點 手指 1 motion和2 motion是有分別的 要不要流浪 我真心說我教親都不流浪 大家可以試一試 好